今天要來開箱新品 春天的感覺來囉 第一貨感覺有沒有 顏色非常的繽紛 就是要把一堆迷人粉嫩亮麗的顏色感穿上身啊 因為冬天就常常比較多深色系的嘛 所以就想要趕快有沒有不一樣的氣氛 來吧 有一種很想要趕快把花的東西放上身 就是粉嫩花的感覺 春天的小碎花就會有一種讓人家心情趨越的感覺 這個袋子是本來就富有的 那時候看到覺得還蠻亮麗的 圈圈上面還是綠色的 它今年就是要有很多跳色撞色的東西 撞在一起才好看 以前看到的都是同色系 結果本來就很粉嫩 現在是有這樣子亮色系就是撞在一起 紅的那個腰帶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也還蠻美的耶 個人還蠻喜歡的 這邊的腰線修飾生殘 可以讓下半身比例就是整個更好的感覺 不想要它垂在前面的話 就把它轉一下 放到旁邊去也還不錯 然後我很喜歡它這邊的荷葉邊 這邊很多東西的版型其實是做有修飾的 就今年就很多 除了我覺得會修飾臉型之外 也會讓你的上半身看起來是一個 比較豐滿的狀態 就算肩膀比較寬 或是可能你這邊背比較厚的人 我覺得是可以嘗試的 因為就是現在就是正式在版型上面會很厲害 我覺得可以多嘗試啊 它們新品呢 我也拿到這一個 我覺得它還蠻多元的 這個可以當髮箍 如果說你想要看到後面的蝴蝶姐 擔心它掉的話 你可以在就是這個交界處夾上黑夾子 固定在這兩邊 就OK 或者是你就是把它藏起來 有沒有 藏起來 其實它就只會有這樣子 這樣感覺也還不錯 就是你可以當項鍊 或者是有沒有 當成一個臉帶 這樣子 或是把蝴蝶姐 這件我覺得花的這樣配其實也還不錯 然後如果配上簡單色系的 無論粉色啊白色啊 然後上面它還有藍色 灰色啊 就是上面有的顏色去搭 我覺得都超好看的 眼貓 我覺得很美 然後另外一個是藍色 所以就看你自己怎麼樣搭 它上面顏色春天也都適合 如果說你有黃色的衣服 這個就可以去搭 我覺得就很亮 這一套呢我選了兩個顏色 粉色去的話真的穿起來非常好看 氣質會不小心就提升很多的感覺 讓氣色看起來比較好 所以就覺得粉色要啊 但是這個藍色又很好看的感覺 有點藍然後帶一點點粉 然後又帶一點綠 這是稍微比較個性一點的浪漫感 很難覺得 所以就雙色都包 我覺得這個藍還蠻美的耶 靈子也可以就是這樣 扣起來的話 它有小小的一段蕾絲 就是不同的氣息 不同的氣質感 好 藍色也還蠻美的耶 這個裡面是有內裡的 它裡面的這個裙子就是可以防透 有一定的質感 那上面的話 當然基本上你就不要穿黑色的內衣在裡面 淺色系的 基本上我是看不出透感啦 然後藍色它本身附的腰帶是粉紅色 好這件我覺得 穿起來其實算是有修飾 然後有瘦感的一件仰妝 雖然就是這邊有很多東西 版型好的衣服 無論它是什麼型態 其實很多人穿起來都會好看 當然第一步你就是要先了解自己囉 我覺得它這個粉就是加這個藍 優雅復古的感覺還蠻漂亮的 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如果真的要我選一個顏色 其實我覺得有點難耶 都還蠻好看 是不同的感覺 來看一下剛剛這個藍搭在這邊 好 花了點 但是就是還蠻俏麗的感覺啦 這也是搭一個在這邊還蠻美的耶 這套裝我有看到好幾個顏色 過去我比較沒有買過這一種的顏色 就像那種湖水綠的感覺吧 我覺得顏色還蠻不錯 所以就選 就多了休閒感 這邊有跑出白色的好像也還不錯 很想要這件洋裝 但是有時候又不想要這樣太過浪漫 你就搭一個休閒的模式在外面 就輕鬆很多 但是好像又有點可愛的那種感覺 那還有其他顏色我覺得也可以搭那個 粉色的碎花洋裝 不知道該怎麼去搭一套東西的時候 就買套裝 這件裙子有點魚尾的感覺耶 可以跑步的套裝 跑步的洋用車 整個穿起來也好亮麗的感覺喔 袖子 有車線的那種 如果今天拉得去也很完美啦 開叉 牽得很厚叉 很舒服 該修飾的也有修飾 下半身怎麼搭都好看 這種上衣就是這樣 所以韓貨都做這種 我喜歡耶 把前面扎起來 下半身會更拉長的感覺 這也很顯白的感覺 真心大愛耶 好 這個一套的還有這一個 有兩個顏色 這個是米色配米白的裙子 另外一個我看到的顏色是 白色配黑紗裙 就想選這個 因為就春天嘛 就沒有很想要選色系了 你可以把它領子變小一點的 然後把它綁起來 做有變化的設計 它這邊有做扣子 你想要腰看起來更纖細的話 你就把它扣起來 綁起來 然後扣子可能只要扣一兩個 然後它就會有不同的效果 這件我還比較喜歡 就是把它變成是斜尖 或者是平口的那種感覺 我還蠻喜歡的套裝感耶 長袖輕鬆的感覺來說 這件算是一件有個性 然後有優雅 但是又有修型的感覺 裙子的話我覺得好像 稍微有一點點痛耶 所以裡面可能就是要穿白色 或者是領色系 膚色之類的 扣起來之後 那也是可以把它綁在後面的 就是看你喜歡哪種感覺吧 就稍微有一點不同 如果比較涼的話 你搭個大外套 或是搭個西裝外套 或是搭博外套 我覺得這件算很好運用的耶 它材質還蠻舒服的 整體來說真的很不錯 一件洋裝 本來就是皺的那種布料 到夏天是可以用 那現在的話 就是內搭的感覺 這件比我想的版型還好耶 看起來有腰身 這件還不錯 不規則的下擺 無意間就會有腿部的線條出現 然後擺動起來的時候 很有仙女感 近你感之類的 睫毛蕾絲的感覺還蠻美的 它其實還有一個戒黃色 我是想要戒黃色的 我這次看了好幾件T恤 都還蠻好看的 這有點燈籠袖的 那個透視 拼接透感 鬆緊帶 變成有點短板的感覺 然後 你不用那邊要塞來塞去啊 或是裡面搭洋裝的時候 就是可以這樣子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多功能實用款的那種T恤感覺 然後它有好幾個顏色 我覺得都很好看 曲有點咖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我現在穿另外一個紫色的 然後搭另外一個下半身 這件是牛仔褲裙 牛仔褲在裡面 就是可以這樣拉起來 這件也是牛仔褲裙 帶有一點那個破壞感 性感V的感覺 然後它褲子在裡面 刷的感覺跟顏色也不同 所以我其實真的還蠻難抉擇的 它扣起來就是 可以把你的小腹有沒有 稍微壓進去一點 還不錯啦 破壞開剎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它彈性還不錯 它很緊身的感覺 有蠟感的 扣裙 這件其實還不錯啦 它的顏色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然後後面這兩個有刷白 紫色 我覺得很好看欸 紫色就是完全也不想錯過 不一樣的青春火鍋氣息 讓人家想要多看你兩眼的那種感覺 我還有一件那個T恤 它前面有這個項鍊的設計 它也可以拿掉 它裡面是這樣 就是很輕鬆就可以拿掉 而且這顏色就是搭這個我覺得還蠻美的 好這件只是就是最常看到的T恤版型 基本上是還蠻舒服的啦 雖然是有修飾感的T恤 會讓你看起來比較瘦一點 下面有點A字的感覺 也可以把它拉起來 就會稍微比較合身 這個能修飾屁屁的感覺啦 這件 感覺更多元 其實我還蠻喜歡剛剛那件的顏色 我原本是只想要選這個 但是穿起來之後 其實我更喜歡這件的感覺 OK 我還有最後一件這個 設計重點是在這裏面 這邊有小墊間喔 扣起來 這邊小肉性感的感覺 不一定會看到勾勾線比較高一點 才會看得比較清楚 這邊看起來就是又更瘦一點的感覺 就是這件是這樣子的設計 但是就是肩膀又有一點 挺起來的那種感覺 肩膀宅的是很適合這件 我覺得這件不是挑不挑人的問題 是喜不喜歡這個設計感 是還蠻舒服 顏色也是蠻漂亮的啦 就是看你喜不喜歡這件 其實我原本預想就是想要把它這樣子搭 但是因為這個前面它比較長 用那種個小別針在這邊 這樣去搭它 可能是更適合搭緊身牛仔褲很緊的那一種 扣子解開還有另外一種穿法 就是你把它解開 然後往後拉 肩線往後放 這樣子的感覺又有不同 這是蘋果浴 我覺得這個浴會讓你的氣色好像有更好的感覺 OK 開箱完了 我還有看到它其它更多啦 你們可以去逛看它喜不喜歡 你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可能它再過一兩天它就結單了 所以看完這個影片趕快去逛好不好 好了那就這樣囉 掰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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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囉